非常地开心 也非常地兴奋 终于来到了龙行天下 笑江湖的大会 我相信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成冠的家人 都带着同样的心情 带着同样的期待 不远百里千里万里 不远百里千里万里 来到了宝岛台湾 来参加这一场笑江湖的盛会 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儿 既然我们来参加江湖大会 我相信每一位 我们必将是江湖中人 对吗 我相信 有人之处必有江湖 我更相信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江湖情节 在二十年前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也是因为悄悄了推开了安利的大门 悄悄地走进了城冠 看到了江湖的魅力 所以在二十年前 我还在一边打理着自己的纺织品的出口贸易公司 一边兼职经营安利事业 第一个月 不太懂安利 但是凭着一份冲劲 凭着一种感觉 凭着一种对美好的向往 第一个月就拿下了安利的银章的奖贤 接下来 接下来开始走进安利 了解城冠 到明天 刚刚好是我加入安利第二十年 二十年的风风雨雨 非常感谢城冠 非常感谢前辈 每一位FC 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城冠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让我快乐愉悦 又信心饱满地走过了二十年 在安利二十年的生涯当中 我分别带着三种理由 在经营着安利事业 最开始 我从一家经营着 仿制品贸易公司的一个老板 一个生意人 从这样的一个原型走进安利事业 最开始我来经营安利事业的时候 只为想拥有一份安利事业的那种 财务自由 我希望能透过这个事业 建立属于我自己的财务的保障 希望能够拥有一种 有钱 有闲 没有风险的 这样一种获取财富的 这样一种状况 通过安利四年半的努力地打拼 我做到了安利的高级经理 钻石这个级别 我认为我实现了我安利的第一个想法 再接下来 可能我的安利事业就进入到了一个 平缓的发展期 因为没有找到第二个动力 后来在我停止安利 一边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一边在观望着 一边在思考着 在找到下个动力的十个月当中 第二次又找到了从事安利的理由 我的每一次安利的突破 每一次成长都源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动力 找到了一个新的从事安利的理由 第二次 有信心来经营安利事业 就是因为看到了安利江湖的魅力 看到了这个炫耀的舞台 令到我从小就有江湖情节的我 再一次找到了 走上舞台 去寻找那一份荣耀 寻找那一份光荣 作为我从事安利事业的第二次的动力 所以带着这样一种想法 带着这样一个激情 又第二次开始开创我的安利事业 设定目标 FC 所以 在我做安利的第十四个年头 也就是安利的2010到2011这个财政年度 做到安利的创办人家族成员 做到FC之后 多多少少有一种认为自己真的成功了 认为自己的确做得不错 又一次 陷入到了一种生意的第二次的平缓期 但是我非常 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在陈冠的大家庭当中 也看到陈冠是一个 来自全世界 你看昨天我们从最开始的消费商 到我们的幸福餐 再到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战队 以及我们的泰国团队 还有我们秋中国皇冠大使 所带领的这个陈冠理念的 宣布经营陈冠理念这样一个团队 向我们展示了昨天精彩的一天的内容 也正是在这样的理念的引导之下 让我第三次又找到了一个 也就是现在 在这个时候 第三次又找到了一个 让我去焕发自己的潜能 再一次再战江湖的一个理由 今天再一次出现 再一次出发 再一次登场 再一次设定新的目标 是因为心中拥有了一种责任和使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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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